您好 欢迎收看3月16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夏佳慧 花莲县长徐正伟率领秘书长饶中 以及县府团队会看太平洋公园南冰段设施 步道草坪以及照明设施 并指示相关各局处针对园区的设施进行西部优化 让整体环境更友善辩明 提升太平洋公园的环境设施 花莲县长徐正伟率领县府秘书长饶中 经社处长邓紫瑜 文化区长吴建议 渊民处代理处长独孤沙运 会看太平洋公园南冰段设施 步道草坪以及照明设施 并指示相关各局处针对园区设施进行西部优化 让整体环境更为友善辩明 提升太平洋公园的环境设施 会看形成当中 现在徐中后代理则县府团队 足以检视园区阶梯安全性 降低部分阶梯高度 并且视察不到整体美观 指摘生长情况等等 则成相关单位详细记录 以及提出改善的方案 提供民众舒适的游戏场域 广南太平洋公园 包括南冰段以及北冰段 南冰公园医者南冰海岸线建设规划 保留原始的自然地貌 坐落在岸边的大克什楼上 可眺望整片太平洋 以及新月造型的回南新湾 在海地旁连接两坛自行车道 警示的宜人 公园园区环境干净 并且规划行人休息的座椅 服务远辽阔 公园内设有罗马风格的中央广场 拥有停车场和公共厕所 并且规划出儿童油漆乐园等区域 整体的规划相当弊明 有无障碍设施是老人的福音 是一家大小厨的首选 现在许中卫重视达造域区城市 上任以来积极推动基础建设 改善水环境 并且陆续优化亲子游戏场域 与组商业员经费 规划设置多座共荣式游戏场 踏边公园在回南湾流水环境改善计划 工程完工更是幻然一新 改善水到户岸 新子桥木以及周边环境优化 串联海提修期廊道 进一步连结回南湾周边观光的特色 串联成花莲市以及金安湘观光的线路网 将共荣室融入开辟游戏场域 并且借由幸福的推动 九座共荣公园作为示范 将共荣室的概念以及特色游戏 逐步推展到全新史上战争室 画画与其生活的健康城市 金安区中文也欢迎来自全世界的游客 造访台北派公园 在海风吹火下悠闲漫步 在画面展开一场深入旅游 玩得深入停得更久 亲身体验东台湾大山大海的美丽风情 切得准硬以后收不到 好